深水埗有餐厅说 有五个警员上周二凌晨擅自闯入 逗留超过半个小时 警方解释餐厅后门无锁 身房有人爆洩于是入内调查 警员是进择空手店铺 邓日文报道 说给五个军装警员擅自闯入的餐厅 在深水埗大报道 事发在上周二凌晨非营业时间 餐厅的Facebook公开闭路电视片段 看到当日凌晨4点半 有军装警员手持电筒 打开餐厅后门的铁门 大约15分钟之后 两个警员身处在店内 站在收银桌旁边 之后看到有两个警员在餐厅坐下 另一个警员就在这里讲电话 至少逗留近半个小时 这间餐厅每天开早7晚10 说事发当时厨师外出倒垃圾 又说不明白为什么警员曾经搜查文件 收银机 警方事后在Facebook两度发文 承认曾经进入店铺 说巡逻期间发现餐厅后门无山 慎房有人包涉入内调查 确认店铺没有手略的痕迹 认为警方是慎房有罪案发生 目的是为了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 但反而被诬蔑 对此表示遗憾 又说警员翻约文件是为了联络餐厅的负责人 而负责人凌晨5点半到达 确认了无财物损失 亦都在警察记事册签处作实 警员之后离开现场 重新当晚警员一直盡责看守店铺 确保店铺的保安 有线电视记者邓日文报道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